大家好 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勇士本赛季作用超级阵容 却在首轮附加赛被缺少Monk和Hurter 两员大将的国王打崩了 他们近乎全场落后 最终迟到一场24分的大败仗 在4月中旬就告别了23-24赛季 也许有人会问 勇士本赛季仅仅是西区第十 凭什么能说是超级阵容呢 这里说的超级阵容指的并不是战力 而是薪资情况 NBA著名薪资专家Bobby Marks 在勇士被淘汰后 晒出了他们本赛季的总花费 可以看到 勇士本赛季的球队薪水总额为2.056亿 奢侈税则高达1.769亿 这两项数字 勇士都高居联盟第一 花了快4亿美元 还不包括教练工资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工资 却只换来只不复加赛的结局 这显然是球队上下包括球迷 都无法接受的 还有消息表示 勇士本赛季没打进季后赛 已经创造了NBA历史单赛季最大亏损 可以想象的是 勇士王朝离落幕已经不远了 2022年的冠军更像是回光管照 自2022年夺冠后 球队成绩一年不如一年的现实 也提醒着勇士 需要在不久的将来做出改变了 那么 勇士本赛季失败的核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近乎走向重建之路的他们 在即将到来的休赛季 有可能进行哪些变动呢 今天 让我们减评勇士本赛季的问题 然后重点聊聊他们可能做出的改变 如果只看附加赛赋互国王一战 全场10中0的Clay当然是第一战犯了 除此之外 关键时刻三罚一中的Wiggins 出现六次失误的Curry 似乎都要为输球负责任 但实际上 如果综合来看勇士一整个赛季的发挥 他们的问题只用两点就能够概括 核心框架的老化与退步 科尔教练的固执 所谓核心框架的老化与退步 指的是Curry Clay Wiggins三大核心得分点 本赛季因为不同的原因 得分产出和效率都有所下滑 这就导致Curry身边 不再有靠谱的第二得分点 而山穷水尽之下 需要Curry站出来 以一己之力逆天改命时 他也无法做到每次都成功拯救球队 对国王的附加赛就是绝佳案例 至于科尔教练的固执 指的是他对三后卫四后卫等矮个阵容的偏爱 以及老生常谈的临场调整不利 是Moody TJD等年轻力量得不到重视 获得的机会零零碎碎 比如Moody就在附加赛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其实并没有被安排进轮换阵容 但没想到在比赛中临时被科尔叫上了场 这些问题其实都很明显 说到底都是人的问题 所以勇士需要做的是进行交易 影员 翻新球队阵容 争取解决一部分问题 但分析勇士的薪资空间之后 我们会发现情况很不乐观 首先能确定的事实是 下赛季联盟的salary cap为1.41亿 奢侈税限为1.72亿 我们假设勇士放弃所有无保障合同和到期合同 比如Paul Looney缩减薪资 此时 下赛季勇士队内仍有八位拿全额保障合同的球员 包括Curry Wiggins Green Cominga Moody BP TJD和小Piton 而他们八人的薪资总额加上 Looney的受保障薪资 共1.371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至少还需要再签约6人 因此总薪资超过salary cap 几乎是必然的 所以 影员的事先放在一边 勇士的首要任务其实是避税 考虑到Cominga还需要续约 下赛季可能是勇士唯一避税的机会了 否则他们就无法摆脱超级奢侈税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看看勇士可能在休赛期的人员变动 首先就是Paul 上赛季在太阳不得志的他 经过两次交易来到旧金山 本赛季38岁的Paul 无论是数据还是状态 都到了职业生涯的最低谷 虽然他为了赢球已经做出了很多牺牲 比如职业生涯第一次担任替补 甚至放弃球权去蹲底脚 但从场上的表现 以及主教练科尔的使用情况来看 Paul和这只勇士并不适配 之前的影片中一直指出 交易来Paul是想抓住科尔最后的巅峰做最后义务 但对国王的附加赛生死战 Paul全场只零零碎碎出战了18分钟 数据是可怜的三分两助攻 本赛季也是Paul自2010年之后首次无缘季后赛 可以预见的是 他与勇士的合作已经走到了终点 鉴于Paul在凤凰城签下的合同还剩下最后一年 而这一部分的合同在2024年6月29日之前是无保障的 也就是说 如果勇士在休赛期没有合适的交易目标 他们可以选择裁掉Paul 这也正是影片前面提到 可以放弃Paul 缩减薪资的原因 以目前Paul的状态 可能没什么球队愿意接受他最后一年3000万美元的合同 就算送出去也得搭上学秀权 所以勇士极有可能会直接裁掉Paul 接下来就要谈到休赛期最重要的部分 Clay的续约与否 以及相应的运作 Clay经历了2019年总决赛和2020年休赛期连续两年的大伤之后 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了 虽然在过去的两个赛季他的发挥并不差 仍然维持在场卷20分的水平 但本赛季的Clay可以说是状态低迷 整个赛季状态起伏不定 甚至在最重要的附加赛生死战打出了尴尬的石仲林 而这也并不是Clay第一次在关键战中隐身了 上赛季后赛首轮 对国王的抢7战 Clay19头锦4中 勇士之所以能挺进次轮 靠的是Clay天神下凡的50分 次轮对胡人的第六场 在2比3落后的决定之下 Clay又打出了一场19中3 这一次Clay没能拯救球队 勇士课场惨败胡人出局 赛后Clay也遭到了无数勇士球迷的口诛笔拔 或许曾经那个神奇的季后赛逢第六场必爆发的Clay 再也回不来了 在本赛季附加赛结束后的采访中 Clay表示 受伤之前我是真的很幼稚 认为一切都很容易 伤病已经带走了Clay的爆发力 而目前看来 他作为一名超级射手的信心 也在崩塌的边缘 所以目前 放在勇士管理层面前的恐怕只有两个选择了 第一个选择就是出于情怀考虑 续约Clay 保留过往十多年的主力框架 勇士老板Laken 或许并不是NBA最富有的老板 但他很可能是最大方的老板 2019年总决赛结束之后的休赛期 即使Clay遭遇重伤 他仍然选择给Clay提供了一只 5年1.9亿美元的顶薪续约合同 近两年 勇士在竞争力一般的情况下 他仍然投入巨资 尽可能地为浪花兄弟寻找帮手 近日 ESPN的勇士记者Candra Andrews报道 Clay希望达成一份和其他核心一致的续约合同 作为参照 Green的薪资是2232万 Wiggins的薪资是2433万 如果Clay和勇士达成一份金额相似的续约合同 如前面所说 就超过Selery Cap 直逼奢侈税限了 这样的话 后续的操作空间近乎于零 管理层剩下的任务 可能就是用老将底心签一些绝色球员 但纵然如此 也大概率无法避税 另外 在选秀权方面 今年勇士的首轮选秀权在拓荒者手上 前四顺位保护 除非出现奇迹 否则基本可以认为 这个首轮签归属拓荒者了 所以勇士只能寄希望于在次轮淘宝 第二个选择就是出于现实考虑 重组现有阵容 放弃Clay的续约 目前来看 Clay拥有不少的追求者 类似魔术 独金侠等一系列拥有心筋空间的队伍 都有可能在夏天给Clay提供价值不菲的合同 而这也可能是Clay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份大合同了 无论是薪资还是年限 都是他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勇士可能在这些方面都不占优 因此不和Clay续约是可行的 如果确定不和Clay续约 接下来勇士就需要利用手头的剩余资源 去换取和本队体系适配的球星 从阵容来看 29岁还处在当打之年的Wiggins 依旧是一名不错的封建 但他目前的能力显然已经不足以帮助勇士夺冠了 所以Wiggins很有可能成为交易的主体 小Payton和Luni是不错的交易天头 虽然都是角色球员 但他们都是不错的防守资源 并且薪资都在800万左右 有着不错的性价比 当然光靠这些可能无法真正吸引到下架 勇士还拥有的筹码就是他们充足的选秀权 理论上来说 除了今年的首轮选秀权 从2025年到2029年的首轮都在勇士自己手里 而2025年和2026年都是选秀大年 因此这些首轮的价值不会太低 而勇士需要的球星 突开一些球队的非卖品 确实有几个不错的交易对象 首先就是篮网的Bridges 本赛季篮网在东区非常尴尬 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 有着不错的阵容深度 却上限不高 以一名之差被挡在了富家赛之外 27岁的Bridges 作为一名正处在当打之年的优质前锋 显然应该去一个冠军级别的球队证明自己 其次就是骑士的Mitchell 从本赛季例行赛后半段开始 Mitchell的交易传闻就已经开始闹得沸沸扬扬 如果骑士继续在季后赛没有突破 2025年夏天拥有球员选项的Mitchell 很有可能拒绝续约 这样的话 骑士很有可能就会在今年夏天被迫交易他 将利益最大化 这位27岁的分位在来到骑士的两个赛季 都打出了全明星级别的表现 如果勇士能够得到他 不仅能够在进攻端分担Curry的压力 在防守端也能提供一定的强度 最后一位就是人称小KD的骑虎前锋 Ingram了 从本赛季骑虎的比赛不难看出 Ingram和胖虎并不适配 胖虎在单独带队的比赛中 打出了不俗的表现 骑虎管理层大概率会将胖虎作为舰队核心 这就提供了交易Ingram的可能性 尽管Ingram本赛季受伤病影响 状态有所下滑 但上赛季的他打出了接近25加5加5的表现 甚至年轻的他还有上升空间 他的中距离强解和传控能力 绝对能够帮到现在的这只勇士 说完勇士可能的一些转会情况 队内的新人同样面临着续约问题 对于本赛季队内进步神速的三年级生Kominga 勇士势必要留住他 这个年轻人本赛季的成长状况 是肉眼可见的 下赛季他将进入新秀合同的最后一年 而今年夏天他会有资格和勇士进行续约谈判 如果勇士同意续约 那么可以避免Kominga在2025年夏天 进入受限制自由球员市场 参考灰狼的Jaden 本赛季是他新秀合同的最后一年 而在本赛季开始前 他与灰狼达成了5年1.36亿美元的提前续约合同 与之相比 Kominga有着更全面的进攻能力 和更高的上线 他可能会拿到一份金额相同 甚至更高的续约合同 而和Kominga同年进入NBA的Moody 也是相同的情况 本赛季他的发挥相较于之前两个赛季 也有所进步 靠谱的投篮和防守是他的卖点 但鉴于他尚未兑现的天赋 以及科尔的使用情况 勇士未必会果断与其续约 最后不得不提的就是勇士的主教练科尔了 这位带领勇士创造四冠王朝的传奇教练 近两个赛季的执教表现 却遭到了相当多的质疑 无论是球员的使用还是领场的安排 科尔都颇有点刚愎自用的意思 虽然曾经他的传切战术独步天下 但不断囤积后卫 让这只勇士的侧翼和内线防守 从例行赛开始就有了不小的隐患 附加赛被缺少两大主将的国王打爆 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此适当地增加侧翼轮换和中锋的登场 都是他需要改变的 本赛季中期 勇士官方宣布与科尔续约两年 管理层似乎对这位功勋教练非常满意 但必须要说的是 如果科尔继续自己固执的用人和战术安排 勇士一定走不远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勇士名义上是需要进入重建 但实际过程可能会比较缓慢 主要就是影员情况 以上几名球星看起来都只是勇士的单相思 归根结底 Luny 小Payton 选秀拳等筹码 未必能打动手中有一堆选秀拳的拦网 和急需射手的骑士 再加上科尔固执的用人 勇士也未必能吸引来大牌球星的注意力 所以如无意外 下赛季他们的变动仍然不会太大 后出走 Klay降薪流队 或者被放走 签几个双向合同和底薪 尽力避税 逢逢补补又一年 在Klay一年比一年更老的情况下 利用手中现有的牌 他们想重回总冠军 有力竞争者的行列 只怕是千难万难 除非出现奇迹 比如 NB的或字母哥这种级别的球星 毅然抛弃母队 指定勇士为下架 请求交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